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坦 我们在1948年9月24日落幕的山东济南战役 老坦用了6集的时间拼凑出战场的部分情况 这场战役结果是华野和中野可以河流了 紧接着是三大战役要登场 老坦这一集会顺着时间线继续往下聊吗 我们这一节主要说抗战胜利以后 国共第一场正式的武力冲突 那是在1945年9月20日中秋前后 发生在华北山西的上南战役 还有河北的邯郸战役 他们的时间点前后大概总共是两个月 如果我们从上南战役开始算起 到西南战役的结束 其实就短短的三年 整个的态势其实就是中野还有华野河流 一切就如同城城所说的 都无法逆转 对现在来讲这些战役 他的知名度其实是蛮低的 可是他们是很好的标本 透过这些标本 我们可以明白国共内战 为什么倾斜的速度会这么的快 例如我们再看上南战役 共军或者说我们比较具体的说 禁忌鲁 玉野 战军 他们的火力非常的平弱 刘伯承那个时候还曾经下达指示 一定要节约弹药 弹壳打完以后要搅回 作为指挥员的考核项目之一 作战的时候需要搅弹壳 主要是共军那个时候 一支枪少的话只有两三发子弹 老兵可能可以多一点五发 刘伯承也知道弹药非常的稀缺 有一次到了前线 听到枪声很稀疏 都还是忍不住问原因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专备相对优良的山西省省主席 沿袭山他的部队竟然会全军覆没 可以说非常的具有话题性 坦白说三大战役 我们多少都有些了解 但对抗战胜利后的国共第一仗 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觉得非常的遥远 甚至都没有听过 打仗打到还要捡蛋壳 听起来是挺不可思议的 这是让我们想到说 我们以前在打靶的时候 或许也要把蛋壳都要搅回 收集起来 可是那是平时不是战时 好奇的是说 山西的上党战役 跟河北的邯郸战役 为什么老台要把它摆在一起说 第一个理由 这两场战役 主要都是由中野野战军的前胜 也就是禁忌如玉野战军 他们所打的 刘伯成还有邓小平所率领的 山西的上党战役还没有打完 其实那个时候 中野就已经开始计划 进行河北的邯郸战役 所以通常都把这两场 连起来一起看 第二我们看地图就知道 他们的地点也非常的接近 那邯郸呢 它现在是在河北的最南端 是战国七雄 赵国的首都 邯郸协部这句称语 每一个人应该都知道 那邯郸的左侧 隔着太行山 是山西省的东南部 那上党这个地区 首府是长治市 所以上党战役又叫做长治战役 那古时候呢 在两千多年前 战国七雄秦赵之间的产品之战 也是在这边打 为了要争夺善党这个地区 结果赵军被团灭 秦国可以灭向东方 所以只善谈兵的陈宇 也从此问世 第三呢 这两场战役 是抗战胜利以后立刻开打的 那个时候呢 毛泽东是从延安飞到重庆 要与蒋介石举行会谈 国共呢 边打边谈 双方都透过战争 来争取谈判桌上的筹码 那10月8号刘邓的部队 攻入了长治城 10月10日 国共签订了算式协定 毛泽东呢 隔一天就飞飞了延安 那为什么国共会在山西 发生了这个第一场的战役 主要是 中共在抗战的时候 建立了禁忌如愈根据地 那三岚这个地区 是位于泰韩分区 还有泰越分区的中间 抗战胜利 严锡山立刻派兵去接收 毛泽东认为 严锡山的部队 他是占我长治周围六层 也就是占据我们长治周围的这六个城市 更是心腹之患 一定要彻底全部消灭 这个禁忌辱愈根据地 其实是蛮有名的 我们跑两岸的时候 其实都有听过 目前周边的一些城市 都还有一些纪念的园区 这是在抗战时候出现的特有的名词 其实那个时候中国有非常多 类似像这样子的根据地 那经济辱愈根据地 主要的由来是 1937年的7月7日 鲁国桥事变之后 日军很快的禁闭三溪 那延期上 他以前是把三溪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明定客军不许通过 那现在为了要自保 所以他引进了八路军 来分担对日军的军事压力 所以八路军的三个师 在八月底 从三北东渡黄河 也就是说八路军进入到了三溪 去进行抗日 其实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过程 禁军还有国共在三溪 彼此之间互相制衡 初期国共是有合作 打了新口战役等等 可是过了两三年 双方的摩擦越来越多 到了1941年1月 往南事变 也就是新市军事件之前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父亲 彼此都说对方不抗日 只会抢地盘 对于国共互相指责的这段历史 我觉得近年有一本书名是 生死村亡12年 很值得一看 台湾早年也有一本书 《烽火经历记》 是山西人裴熙远所写的 它是属于比较反共的角度 可是里面有一些很特别 他个人的亲身经历 其实也是可以作为参考 裴熙远写的《烽火经历记》 他是怎么说的 裴熙远他是军统出身的 被编入了第34集团军 他下面直辖的太韩游籍支队 后来被俘虏日军曾经要求 他出任长治县的县长 不过他没有接受 后来还是担任了长治县情报科的科长 最后才找到机会脱离了日军 也就是说这个裴熙远 被迫参加了魏组织 是 从他的回忆录里面可以看到 他们最初出去的时候 面对了袭击 敌岸我民 第一时间常常搞不清楚 是国军或八路军 等于国共的游击队 在那边都有打 并不是说哪一边 游而不及 那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有一次就奉命说 要以长治县的警备队 一起出城去收集情报 他的回忆录里面写说 这下招人 如果遇到共产党游击队 很难讨个活命 很多敌位机构的工作人员 常常在乡下被杀害 不久前 日本宪兵队的便衣 XXX就被扶走了 用石块砸烂的脑袋 也就是说 是八路军 握住了广大的乡村 建立了一些势力 对 他说日军曾经对他 做过调查口供 问他三西的局势 还有中共的发展 他对日军说 现在抗战才三年 共军的武力 已经越来越大 中央军除了要抵抗日军 也必须要提反 共军的袭击 不用说 这个是日本侵略 中国制造的结果 培训员的观察 抗战才三年 就对共军 有这样子的评价 就读过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 袁锡山 他在1940年6月的日记 也提过类似的看法 他里面写说 战争是革命的胚胎 东亚的革命胚胎 在抗战时间 增加了绝大的力量 前几天 有一名侮辱的日本军官 他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他曾和我说 中日战争的结果是 中日现在政权的人都失败 中国共产党 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基层跟高层 都出现了相同的看法 是 裴熙远他最后想办法脱离 重新以军统接头 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 其实也去过山西 延熙山在这边有自己的靖衰军 老谭也曾经说过太原战役 国军在山西是有正规军的 按照裴熙远的说法 沦陷了上党地区 比如说长治县 周边其实都有游击队在活动 怎么会搞到最后都没有办法生存 乡村还被八路军控制 主要是受到两场战役的影响 第一点 1941年5月6日到14日 发生了中条山战役 黄河以北的中央军 几乎无法立足 不过这场战役 国军还是有部分的生战力 存活下来 怎么会如此 因为中条山战役爆发之前 国共已经在这边联手抵抗了13次 可是现在因为新市军事件 两边都已经撕破脸 所以这次的战败 很多将领在这边牺牲 包括了武士敏 中条山战役后来也被蒋介石形容为 抗战史上最大的耻辱 那第二场战争又是什么 第二是1943年的太韩山战役 中央军在这里的四十军 新武军等等也被击败 国军失去了华北战场 一切的立足之地 那这一段我们之前在讲 孙电英的那一集预北战役 其实也有稍微交代过 裴熙远回忆录里面提到 在孙电英还有盘炳勋被护之后 端午节过后的有一天 他听到的远处有激烈的枪声 后来才知道 长治县的一个驱攻所 被八路军给吃掉了 等到了散场战役要开打的前夕 日军还有和平军 只有控制长治在内的六个县城 还有周遭的一点地区 其他多数的乡村 几乎都是八路军的天下 看起来这个山西的形势 就跟河南一样 只是它比较早发生 老谭之前也做过黄泛区的会战 有特别说这一段 这样子我们就把它连起来 其实套一句延细山的话 战争是革命的胚胎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武力其实是政权的基础 两者其实是存在辩证的关系 我们知道八路军在抗战的初期 有进入了山西 日军在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 1943年的太行山战役 让国军无法在山西 甚至是华北立足 而八路军趁这个机会 把广大的乡村给收编 所以抗战胜利之后 国军要接收这些 就造成了两边的冲突 实际上国共在抗战胜利之前 两边都已经看到了接收 一定会引发冲突 所以国民政府那个时候命令 日军只能向国军投降 对共军而言 国军要来接收 这种行动是收割 因为至少有些地区 是中央军撤走之后 八路军从日军手上拿回来的 因为这些正义是无解的 两边开始边打边谈 日本在8月10日 发出了起降召会 国共立刻开始调兵潜将 准备强占上党地区 刚刚提到的边打边谈 到底是怎么去执行 1945年8月14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美国总统特使兼驻华大使 赫尔利对蒋介石施压 要求蒋介石邀请毛泽东 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也在8月14日开始 一点花了三封的电报 邀请毛泽东 8月28日 毛泽东还有周恩来 从延安飞到重庆 开始跟蒋介石 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 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邀请毛泽东 难道这个毛泽东不怕 变成像张雪亮一样 又或者是像鸿门宴的这种翻版 其实要去重庆之前 毛泽东那个时候特别要求 进去如意军区的刘伯成 还有邓小平 要把主力集结 不惜一切的代价 打算的拿下来 毛泽东那个时候讲 我们的翻针是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只有打得好 才能谈得好 你们不要担心 我在重庆的安全 你们打得越好 我越安全谈的就越好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就是要在谈判之前 多累积一些筹码 我们知道中共是擅长打游击战 不计较一成一地的得失 我们之后说到河北 一定会说拆城墙运动 我一直对这个策略很有兴趣 可是毛泽东不计较一成一地的得失 现在变成寸土必争 以他的辩证法则来说 其实都是说得通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他对蒋介石其实是相当不信任 蒋介石在当时 能够当上整个中国地区的最高领袖 其实也不会单纯的认为 谈判可以解决问题 他也不会那么傻 毛泽东有想到 蒋介石应该也有同样的想法 蒋介石是在8月14日 发出了第一封邀请毛泽东 去重庆会谈的电报 不过他在8月11日 就已经命定八路军 也就是第18路集团军 在原地住房待命 等于说限制他们的行动 同日延熙山也奠定进军的汉将 第19军军长史则波 准备要进军善兰地区 8月15日 日本正式投降 史则波也率了4个师 由近西南向善兰地区进攻 总共17000人 到了8月23日 史则波很快的就占领了 八路军控制的相远 还有路程 甚至也还有 已经被八路军包围的残制等等 丞相起风了 雨就要开始下 这个时候经济如意军区的刘波成 他是司令员 邓小平是政治委员 他们动员了4个野战重队中的3个 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力量等等 总共是3万1000人 在5万民兵配合下 发起了善兰战役 这三个重队 分别是城庚的泰约重队 秦基伟的泰寒重队 还有城寨道的济南重队 全部只有三炮六门 20多个团 大部分都不到1000人 只有半数的团有迫击炮 可能2到4门 重机枪3到4天 可以说火力是真的很贫弱 老谈前面有讲到 岩锡山部队在上党战役重创 刘邓的部队看起来兵力 其实也没有多到具有明显的优势 火力似乎也差了一截 到底是怎么打 因为死的波塔的部队是孤军深入 占领的残制等等 就陷入的守备分散 中共中央军委对刘邓他们下达的指示 各个击破如果打不下来 可以为点打圆 总之不可以六个县城 同时一次性的进攻 刘邓采取的策略是 先夺取残制周边的各个县城 吸引残制的援兵 力求在运动中打死这波的主力给歼灭 再来打残制 之前说这个济南的外围三大战役 比如说周川战役 是用掏心战术直接一次到位 为什么对于打这个心腹之患上打不速战速决 反而是要先打外围最后再来攻残制 他们难道都不怕援军来 主要是残制的层高壕沟也深 再加上史德波有一万一千多人在这边驻守 刘邓也考虑到了自身火力不足 才会先选择打残制周边的县城 刘邓采那个时候有检查装备 有的人携带的子弹 就是两三发考虑到敌物的装备优势 对就只能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这样听起来 其实双边的火力是存在明显差距的 其实让我们难以想象 其实我们也很难想象 9月1日正式开打的时候 湘元立刻就被打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曾经参与西洋事变 杨虎城他的西北军第17师 也参加了包围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战党战役的时候 其实一些对蒋介石不满的西北军 也有参与行动 到了9月10日 太航重队开始向屯流的 这个岩锡山部队进攻 史泽波曾经两次 从长治派兵出来援救 可是都被打回去 紧接着屯流入城 长治浮光等等 在不到10天内 通通都丢了 史泽波总共损失了7000人 刘登部队在战术上采取 集中绝对优势 各个击破 攻破5个城池之后 他们就可以把获得的武器弹药 集中起来了 用于攻长治这个县城 对史泽波他现在只有 长治这座孤城 不过他手下还有一万一千人 看到秦师部队向袁锡山求援 袁锡山就派了 衰眼看战的著名将领 彭玉宾率领万人 向长治开过来 刘登部队铁定要围点打员 所以他们打这个运动战 就是在等着袁锡山的援军过来 对 刘博成为了要集中兵力打员 决定把围攻长治的速度放慢 调了济南中队 北上投入了打员 并且要他们白天行军 到了10月2日巴陆军把同域兵的部队 合围在囤留的西北地方 这是一个海拔1200公尺的高地 根据那个时候巴陆军的参谋长 李达他的说法 有一天夜里 陈锡廉还有他陪刘博成去前线视察 刘博成听到枪针特别稀疏 问说为什么这么的少 陈锡廉回答说 现在每个老兵只有5发子弹 我们正在想办法抓俘虏 抓到一个可以得到200发子弹 因为他们每个人带了300发 100发自用 200发是要送到残制给死则波 刘博成听得很高兴说 流水还不小 彭玉宾率领的援军 听起来弹药十分充足 其实那个时候残制也不缺 两边其实弹药都是蛮够的 对 只是说为了要强调说自己很危险 所以都一定会讲到说弹尽也很绝 所以就算是被围住了 他们的人数也不占劣势 刘邓部队该怎么去把他打下来 彭玉宾他们的部队被围困在 摩盘老老野岭这一带 都是高地缺水 八路军控制了三下的水源 两万人马被围了5天 没有吃的更没有喝的 到了10月6日的时候 彭玉宾最后下令撤军 向北突围 中途受到的狙击 彭玉宾最后在乱军中自残 这听起来有点像长平之战 纸上谈兵的赵瓜 最后突围失败 也是因为缺水 彭玉宾带领的援军覆没之后 19军的军长史泽波 他该怎么办 他有一篇回忆文 讲到说 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反对突围 继续的坚守 可是严席山说 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 叫他突围 10月8日史泽波率部突围 他是朝南走 12日在信水移动也被拦截 这些渡河的部队都成为肉把子 整个部队覆没 史泽波也被俘虏 这样看起来 进军是前后分三批被打掉 第一批是长治外围的清扫战 史泽波损失了大概7000多人 接下来彭玉宾带来的援军 大概2万人又没有了 最后是史泽波从长治图围 1万人又不见了 所以算一算加钱 大概会有38000人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 国民党进攻的部队 总共是38000人 我们出动了31000人 他们的38000人 被消灭了35000人 逃掉了2000 散掉了1000 国共的第一场大规模正式战役 上党战役 结果竟然是如此 或许我们可以说 刘伯承邓小平 他们用谋略 一口一口吃掉藏党的禁军 可是我们也有看到 禁忌鲁豫野战军的火力如此的贫弱 禁军装备其实相对起来是好得蛮多的 我就很好奇 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样致命的错误 才会把本来很大的差距逆转 几乎以弹药来讲是可以一打死 禁军的问题 一般来讲他们是首右于攻 中共那个时候虽然是动用了5万民兵 看起来好像身世浩大 而且他们还沿途换枪洗澡 可是严格讲花费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他会讲说 禁军动用了3万8千人 我们动用了3万1千人 在他的计算里面是没有把民兵5万算进去 所以他们在战斗中真的没有起到攻击的作用吗? 民兵的战斗力那个时候其实是不能过度的高估 曾经出任八路军1290参谋长 后来担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 他有一篇文章是在1943年6月写的 他是针对民兵在日军反扫弹里面 整体的表现做的一篇检讨 他说很多民兵不会利用地形 在作战的时候还唯恐敌人看不到自己 挺着的腰身直接打枪 而且很多枪支都是撕造的 起不了作用 就算说你打到了人家也死不了 根据各番的显示 日卫军如果遇到的民兵造成的死伤 多数是被地雷给炸伤 很少是被那几万发子弹打中的 我们从里达的几篇文章将综合看下来 这些民兵到了1945年数值会有提高 可是如果陈根还有陈希莲他们的部队 子弹都是少到只有最多就是5发 明明就算再能打也不可能分到更多 所以他们整体最多就是对 引起山的部队进行骚扰监视 狙击迹运输 类似像这样子的资源 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禁军到底犯了哪些致命的错误 第一点其实应该是过分的轻抵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他们一个人至少都有100发 甚至可以带300发的子弹 所以一定会轻敌 除了史德波他自己孤军深入之外 救援的彭玉兵他也是 彭玉兵率兵研究的时候 日军的指挥官曾经问说 你怎么样子部署 知道以后说你们是孤军深入 没有后援必定失败 彭玉兵讲说 我带的都是山西的精锐部队 2万多人 共军有20多个团 也是2万多人 他们都是乌合之重 还寡不敌众 这交兵必败的道理我们都懂 但实际情况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都还是会陷入这种 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 就中招了 对日军会有这样的建议 应该多少都有吸收 比如说像是中条山战役 以来的这些教训 因为他们过去进攻了13次 都没有成功 最后改成一个阵地 一个阵地的打 所以才攻破了国军的防线 再加上日军后来面对 八路军的强制 在整个乡村的活动 所以应该他们都知道 故军深入很容易就被断后 那第二点又是什么呢 进军的装备虽然比较好 比如说有炮兵团等等 可是八路军他们在进行战斗的时候 特别是运动战 都是尽量的短兵陷器 所以这些炮兵团都不敢随便的发射 以免打到自己人 等于是进军他没有办法发挥自我的优势 对那第三点呢 其实是被包围以后进行撤退 这对指挥官来说呢 其实是很难的抉择 结果都是在陆山被围歼 那理论三那个时候 如果说他的装备够好 有完整碉堡的县城 有撑墙座位掩护 在那边坚守 可能还会比较有机会一点 听起来这三种情况 或多或少都比较像是 战术执行上面的一些优胜裂败 的确如此 进军那个时候有优势的装备 可是却被打败 除了让毛泽东签订的算式协定 回到了沿岸 延熙山那个时候他也思考下一步 主要是他认为他的进军 已经没办法跟八路军抗衡 所以必须要把日军留在三西 所以有所谓的三西残留日本军 另外他也把太原构筑为太岩碉堡城 号称能够坚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延熙山认为他的进军 没有办法跟八路军抗衡 这个应该是我们看到大陆上面的资料 是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 延熙山那个时候怎么样看大局 毕竟他那个时候是三西的老大 他在1946年11月 会见了来太原的徐永昌将军 那徐永昌是奉蒋介石的命令 来询问现在要怎么样子应付中共 果然是老大等级的人物 这个蒋介石竟然还派人来 请教延熙山说 你的看法是如何 台湾有一本严博川先生感想录 其实是延熙山他的个人日记 里面有记载他对徐永昌讲 就国共双方本身比较 以前例来说 我的发展性比较小 他们的发展性比较大 就双方的环境来讲 我得到了实力的援助 也就是美国的援助 可是他们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就组织来讲 我们的组织散漫 他们的组织坚强 将来最可怕的是 组织的力量无穷大 还有民众的力量无穷大 这两种的力量 全部都被共产党拿去 过了几天 延熙山他的日记又记载说 中央日报的记者对他讲 美国的一些参议员建议 要由美英苏三国来召开会议 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 如果他是蒋介石就辞了主席 回到讽话 然后做再度的革命 因为现在有300万的军队 能跟多少算多少 彻底的实施民生主义的革命 没想到这个时候才民国35年 也就是1946年 上党战役打完也不过一年的时间 延熙山他的态度 已经悲观到这种程度了 公开讲不会这么的讲 就是私底下日记里面写的 不用等到三大战役结束 多方逼迫蒋介石下野 延熙山他已经说 我要是蒋介石我就辞了 对主要是上党战役 延熙山他的损失惨重 所以他应该很清楚他的部队 自身的问题 甚至于是整个的社会问题 其中最重要就是包括农村问题 像是他在1940年已经说了 真正的革命 才明白中国有3000万的电故农 能够把握这3000万之数 试想能发生多大的力量 抗战越持久 这3000万电故农的问题 也会越严重 如果不是老坛 他就把资料拿出来看 我还以为这个是宣传的手法 没想到竟然这个是延熙山 他这样说的 对其实延熙山还有国共在山西 他们的三角关系 有很多的文献资料 两岸都有 各自的重点当然会有所不同 不过如果我们比较持平的说 因为军事的势力 国民党其实在山西的组织 也在同一时间是覆没的 这也使了八路军在敌后的根据地 更为扩大 同一个时间 毛泽东他也做了 缩小敌战区 扩大解放区的决策 比如说像是1945年 就已经展开了春季公式 还有夏季公式 这些其实都有助于 整个中共的根据地 大为的扩张 中共在山西的这个战略 整体成功 代表了之后 刘邓部队也进入了玉西一带 铺了一条进军中原的道路 是 所以我们总的来讲 上档战役 近距如意军区 缴获了三炮 24门 他原来六门 那现在有24门 增加了四倍 那另外机枪有2000多艇 长短枪总共是16000多支 套一记刘伯城的话 油水还不小 既然在劣势的装备之下 都可以打胜 有了这些装备 沿袭上当然会更难打 之后不到一个月 河北的寒淡战役也发生了 国军再度的失利 国共内战的第一仗 国军在山西吃了挺大的亏 还给刚起步的共军 禁忌鲁豫军区有提供了不少的装备 但整集听完 坦白讲我还是很多问号 只有觉得说 怎么就这样打完了 挺不可思议的 其实这次呢 比如说像我们在讲 包围向远的时候 还有西北军17世 我们下一集在讲 河北航南战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西北军的影子 好那就请大家期待 我们下一集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谭冰度新闻与历史的汇流处 军事是故事的主战场 只取一瓢影 结合军事历史跟人文的节目 除了大家呢 能够在YouTube上面给我们观看 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交流之外 也能够利用Podcast收听 欢迎听众们到ApplePodcast上面 给我们留言跟五颗星的评价 但是谢谢老谭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